实在是太吓人了呀 多层楼的阳台瞬间直接垮塌下去了 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这样的微楼是不是得好好加固一下了 据大碗新闻报道说 金省辽园市的某个小区就发生了这样一出惨剧 据官方调查说 好像是四楼正在装修 装修的时候可能使用的器械压力比较大 再加上一方面这是个老小区年久失修 另一方面近日全国各地雨水也特别多 雨水常年的侵袭导致一下子四层三层二层多层楼的阳台 一下子就垮塌下去了 幸亏事发的时候没有人在阳台上面 所以到目前为止看没有伤亡 但是看着这个景象也真是挺慎人的呀 整个阳台通通都掉下去了 露出了里面的白墙 而五楼以上呢 那几个阳台还在啊 还悬空着 所以当地很迅速的一方面呢 把整栋楼的居民都转移出来了 安置他们在周边的这个旅馆居住 另一方面呢 调来这个大型的机械啊 把这个剩下几层楼的阳台也都给它扒了下来 因为很显然你不把它扒了下来 说不准多长时间 他们自己就会掉下来啊 很多人都说啊 阳台它不是整个楼的主体结构 甚至这个起重积蓄扒了阳台的时候 我们发现啊 轻轻一碰 那个阳台整个自己就脱落下来了 它没有任何钢筋呢 和这个楼体相连 实在是让人捏把汗呀 我们很多旧小区十几年几十年了 阳台一直是有 谁知道阳台是这么的脆弱 而且就在当地 今年别的小区也出现过这个阳台脱落的事件 那一次是造成了有人死亡 有人受伤的 所以确实啊 这个阳台太吓人了呀 当地也表示说啊 下一步他们会逐个排查各个老旧小区 看看他们的阳台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 一定得好好加固一下 毕竟很多几十年的小区啊 当年建筑的时候 这个建筑质量就不一定达标 有可能有这个豆腐渣工程 而另一方面呢 阳台和建筑物主体之间的连接 可能强度也不够 因此就会出现这种阳台脱落的事件 所以啊 祝旧小区的朋友 咱们自己也得小心一点 赶快去观察观察 你们家那个阳台啊 和这个楼体的结构之间 它那个强度怎么样 有没有掠放 只要你稍微感觉有点问题 就赶快报修 希望类似的悲剧 不要再产生了呀 吉准 部区 合 摸 词